打卡100家手作面包 希望空口吃下的人很难不心动好吗 这些是杏宁果心的 抹茶豆乳丝糠饼 丝糠皮不厚 那馅还挺满的 就是挺油的耶 这个丝糠的比例我还是很喜欢的 一点都不接人 它这个豆乳的馅 是不是有一股微微豆奶那个味 薄皮咖啡黑巧煎水 感觉馅料还是两层口感的那种 咖啡奶酥相当忽嘴 但如果你不爱吃苦的东西 就不要买它了 它入口之后是真的滚 其实很薄 但还是会带点点韧劲的 紫甘蓝贝果 表面撒了一些芝士 但这个松软程度就更像一个面包 售口的地方就没有馅 培根 香肠 丁 紫甘蓝 这个是吐司边边 有时候凯撒大地嘛 它就是那个调味 它把凯撒大地里的那个包菜 换成了紫甘蓝 其他的真的就差不多 很松软的面包 抹茶奶酥薄皮减水 希望空口吃下的人很难不心动好吗 就这个抹茶的怎么这么油啊 好香啊 抹茶的那种清香 又丢丢苦 还有就奶香味 但可能因为这个油比较大 没有那个咖啡的那么护嘴 肉桂可可香橙减水 这一个比我的手掌还要长 感觉它加热之后应该会流心 表面还有一点小泡泡 我感觉再多热一会儿 它中间就要化掉 就要流心了 它这个味道很均衡 就你吃的时候 先是一股很浓烈的肉桂可可 就巧克力的那个味道 紧跟着就是橙子的那种清香 就加了橙皮丁嘛 好吃的 黄色的这个 橙皮丁 均价差不多是10块钱一个 而且买38就包油 是顺风快递 但不是冷链 就还不错吧 更加比还OK的 而且我觉得那个咸口的肺骨 虽然它不是那种很有韧劲的口感 但当早点也是不错的